你也不同意嘛 所以你自己都是乱的 乱的 跟你说是真的乱的 虽然已经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但是 感觉15岁早恋这件事情 在这对父女俩的心中 还是埋下了一颗种子 至少这颗种子 生根发芽了 它让他们现在之间 越来越陌生 我想在这个家庭里面 还有一个人 可能比他们都还要更痛苦 这个人就是一一的母亲 何先生的妻子 他也有很多无奈的地方 他甚至告诉我们 现在父女俩之间 由于他们不沟通 所以所有他们之间 有关的事情 都需要通过他来做中介人 去转达 那么他今天 来到我们的调解现场 又会有怎样的诉求呢 我们现在有请 一一的妈妈上场 有请 你好 林老师 来 请坐 这个妈妈坐在下面 也挺着急的 听着这么大半场 心里可难受了 您今天来有什么诉求